这是我见过最会打架的男人 只见他看准学位 太阳学天顶学 分分钟就把混混打倒在地 可对方不讲武德 一个灭火器轮过来 许仙直接被砸晕 许仙抱着素贞又穿越到了500年前的古代 而且还被一群倭寇给包围了 倭寇看着两人奇怪的装扮 问他们是什么人 素贞用在电视里学到的日语回答 显然他的口语不太标准 直接就被倭寇识破了 就在倭寇拔刀准备解决他俩事 素贞从包里拿出一个电击棒 又交给许仙一瓶防狼喷雾剂 接着就是一场跨越五个世纪的决战 很快倭寇就被现代科技打败了 两人成功逃进了一片树林 素贞回忆着两次穿越的经历 只要许仙受到伤害他们就会穿越 许仙还在苦恼如何逃避朝廷的通缉 素贞此时已经默默搬起了一块石头 说着就砸了下去 幸好许仙反应快抖过去 接着素贞又从包里拿出一把手术包 递给许仙让他自己解决 两人正研究着穿越的姿势 突然从草丛里走出一个窝寇 原来他刚才在巡逻市不小心 被大猫袭击导致重伤 许仙看着眼前的侵略者 想到被他们残害的百姓转身就要离开 可素贞却出于医生的本能决定留下来救治男人 素贞帮男人处理好伤口 却发现他脚踝和腰部也受伤了 此时不放心素贞的许仙走过来帮忙 他查看了一下男人的伤情 抛出自己的祖传大钢针 扎针粘转钵针 试针完毕男人居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他向两人表示胆谢 这时他们发现倭寇部队正在靠近 男人告诉许仙十五日后倭寇就会进攻汉阳城 让他们赶紧离开 素贞让许仙赶紧想办法穿越回去 可许仙却说自己要回汉阳 他想确定自己徒弟的安全后再离开 于是两人换了一身古人的衣服来到会民属 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 小莫看到许仙后激动地大叫起来 就在许仙决定带小莫一起跑路时 官兵闻讯找到了这里 他们把许仙押进大牢 而素贞也被囚禁在一个小房间里 这时刘大人走了进来 他掏出一个礼物送给素贞 想要和素贞交的朋友 素贞一看这不正是上次穿越时不小心跑丢的鞋子吗 他抡起鞋子把刘大人打印然后逃了出去 大牢里的许仙遇到了之前找自己给皇帝看病的许仙 没想到许仙不但知道了自己穿越的事 还告诉许仙要跟随自己的内心 用双手去拯救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他说许仙如果不试图改变自己 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无法生存 随后许仙找到素贞 他不仅知道素贞的名字 还将素贞上次穿越遗留的包环点他 素贞知道眼前这个男人一定知晓穿越之名 可是许仙现在并不愿意透露太多信息 到时我会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 另一边杜妻来到大牢 他谎称奉兵叛大人之命把许仙带了出去 原来许仙之前拒绝给杜妻母亲看病 导致他母亲不幸去世 所以杜妻一直找机会要替母亲报仇 许仙心想这下要凶多吉少了 就在他想要先下手为强时 杜妻却突然给他跪了下来 原来杜妻的哥哥白天偷了主人家的一块饰品 结果被主人发现打了半死 杜妻请求许仙救救自己的哥哥 可许仙却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原来在古代的朝鲜 奴隶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是不可以被救治的 如果大夫私自给奴隶治病被发现的话 不仅大夫要受到葬刑 奴隶也会被主人活活打死 面对杜妻的苦苦哀求 许仙想起来素贞曾说过的话 于是他决定救治杜妻 经过一番失真杜妻醒了过来 就在杜妻感谢雪仙救了哥哥的性命 不料这时主人打开房门 刚被救活的杜妻再次遭到一顿毒打 看着奄奄一息的哥哥 杜妻苦苦哀求却无济于事 许仙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刚救活的病人被活活打死 杜妻想要起身反抗结果也被打倒在地 在主人眼里他们都是命如草稽的下人 他命令手下将杜妻一病打死 为了救下杜妻 许仙卑微地爬到主人面前 他放下了所有的尊严 他重重地磕头 希望主人能够放过肚妻 这一幕都被素贞看在眼里 他终于体会到许先生在这个时代的悲哀 优优独播放